目前在三星有许多桥梁都有进行美化布置 成为地方的特色 而位在台七柄线上跟三星门面之一的三星桥 因为老旧单调 所以公所计划要争取相关单位 结合在地产业进行异象的设计 来美化桥梁景观 横跨三星岸隆溪的三星桥 是台七柄线进入三星市区前的重要门面 由于岸隆溪已经整治的美轮美幻 景观幻蓝一星 而上方的三星桥却是斑驳老旧 过于单调呆板 与岸隆溪的美景是显得格格不入 为此公所计划争取相关单位 进行三星桥的异象布置美化 融入地方产业来寻塑在地特色 有助于三星观光发展 我们所谓三星的很多球 你说台海大桥虎路肚 这娃娃的球 包括公银球 这所有的球牛已经都有改观 减肥也好 球阀也好 整个都可以特色性的 可以看到球阻的形式 现在无意义的就是说 目前更高热 更不美的 就是三星桥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产业的经历和美化之后 你的经历会发现到说 三星桥怎么会这么不好看 所以 丁各位 我们公所 特别有几位 有提出一个价位 三星桥 来建设一个很有意象 跟我们台风 那个山液 那个色彩 很融合 可以跟我们安隆市 未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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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花 跟高滩地 尤其是跟我们的 那个 蜻蜓 独木造 反正我们的范洲 相连接 相辉映 公所将透过立委 田丘警的协助 警速安排会刊 早日改造三星桥门面 让三星乡的桥梁 都各具风貌特色 营造独特的意象 宜兰兄记者 是市民采访报导